凤梨和菠萝的血缘关系是水果店最大的慰解之谜 1492年 哥伦布驾着大船来到了中南美洲的热带岛屿 他发现印第安人最爱吃的水果就是这种 奇怪的果子 老哥把这货带回了欧洲 100年后葡萄牙人又把这货带到了我国的东南沿海和中国台湾 而此时 一场兄弟分离的悲情故事出现了 来到大陆的这种水果被人们带到了佛堂 抬头一看 哟喝 这货居然跟佛像发型一样啊 就从佛经上给你起个名字 菠萝 而来到中国台湾人们一看 哟喝 最后居然有一个绿色的凤尾 那就叫它凤梨吧 就这样 双胞胎兄弟一个姓了波 一个姓了凤 但其实小波和小凤完全是亲兄弟 一毛一样啊 波哥哥 凤弟弟 而如今 当年的小凤经过改良成了新品种 口感确实和传统的小波不太一样了 但他俩真的是一种水果 区别还赶不上红苹果和黄苹果大呢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红苹果大呢 孔玉此